为何说肖战的成功是一个必然,了解完这些让你豁然开朗? 众所周知,肖战作为一名本土优质偶像,他接受的是我们传统的文化教育,从小学到大学,他有着与无数普通人一样的经历,也有着与无数普通人一样的真诚与善良。 而在踏入娱乐圈后,肖战也是一直坚持着他的初心,从未改变,不管有多少粉丝,也不管有多高的成就,他都始终如一。 当然,始终如一的肖战由于天赋与努力原因,让他在前行的道路上也是散发出了越来越耀眼的光芒。 而在脱颖而出的同时,肖战也是受到了无数前辈以及同事们的赞叹,特别是从迎平走向话剧舞台,面对某些别有用心之人的质疑,肖战却是用一场又一场完美的演出来回应。 不得不说的是,肖战用舞台出色的发挥回应质疑,不仅让那些质疑之人目瞪口呆,也让大众看到了肖战身上的那份无限可能。 要知道,有一句话是最能形容肖战的天赋与刻苦的,那就是台上一分钟,台下十年功。 虽然说肖战加入话剧的时间并没有那么长,但他也是凭借着自身的天赋与努力做到了近乎完美。 可想而知,在那些我们看不到的一个又一个日夜中,肖战付出了多少的汗水。 另外,在演绎道路上,展现出自身优秀的肖战,也仅仅只是自身众多优秀的一部分。 在其他很多方面,肖战也有着太多值得称赞的地方了。 综合上述其实也说明了,肖战的成功绝对不是偶然,是一个必然,因为他的种种优秀不仅让无数善良的人们对他心生好感,也让曾经那些诋毁他的人知道了羞愧两个字是怎么写的。 所以,在大众对肖战愈发了解的同时,可以预见在未来善良又优秀的肖战一定会被越来越多人们所喜爱。肖战。 如果现在的贖战可以参加你的肖战一份肖战就不能必要走。